喝水冷净净 心凉被淘汰 后后一家抓紧啊 放下去地楼向大海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伤脑筋发生什么事情了 咦不懂不懂今天怎么回事呢 啊我知道了 在北海哦 现在很担心的是 非洲猪瘟如果影响到台湾 咦这个怎么办才好呢 所以今天的发现农民力 我们要寻找更加强大的力量 就是防疫工作一定要做好 万一万一防疫如果没有做好 阿兜会出事了 两千亿三千亿还是有更多 咦钞票会不接了 好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非洲猪瘟吓死人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你一定看不到现实 就是阿娥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阿来宾在哪里 他在这里 可是来宾为什么有出现一个猪头呢 因为他现在就是非常低头的地板杆 因为做不做 努力做 认真做 还是会被订购 可是防疫这件事情还是要请大家共同来努力一下 所以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迪巴改来宾 猜猜看这是谁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你好 你好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防疫局的彭明星组长 哎呀我知道大家已经有看到我打的字幕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用这个猪头呢 因为最近防疫这件工作真的变得很猪头 让我们揭开我们的真面目 看看防疫的工作是怎么回事 把我的头拿掉 把猪头拿掉 好我们欢迎彭组长 组长好啦 你好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组长今天早上我们在上现场之前 你已经经历了三场还是四场的专访访问 连线的啦 现场来找你的啦 是是是 哎呦业绩怎么那么好啊 你在忙什么嘞 最近大家都关心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 那尤其是 我们针对这个风险最大的 这个旅客攜带肉类产品 进来 因为这个最有可能把非洲猪瘟传进来这个事情啊 那呃 农委会防警区这边 因为最近把那个财阀的额度啊 拉高 上升到从昨天18号开始呢 是 第一次如果从中国大陆来 就第一次就财阀20万元 那这个部分呢 呃全国民众都非常的关心啊 是 相了解很多相关的一个事项 所以呢 我们的媒体记者啊 当然就是呃希望透过媒体来报导啊 让民众啊能够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事情 嗯哼 要了解的时候呢 当你被抓到的时候 本来是心存侥幸 阿里亚当时就开始会灰啊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为什么你怎么灰呢 因为我铁证如山 哈 组长刚告诉我说最近这四天抓到了就有53件 53件 然后从9月1号到现在累积344件 抓到什么呢各位 这个不是我去网路上找的图片 这个真的就是在 我们呃这个海关抓到的就是这些 对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销毁啦 但是被抓到的时候心情上都是 大人啊 我完翁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三婶婆四姑姑她就是叫我这些带回来的单楼 怎么这么不尽人情不带回来呢 啊带回来你又说我怎么要违法 我要罚到20万元 不行啦 我这样子罚我会没有钱啦 好铁证如山在家 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带回来 大家都说他是冤枉的 戴琳娜 他有冤枉吗 呃这个部分哈 因为我们从呃八月份开始就一直透过各种的管道宣导 是 那尤其像说我们针对出风险最高的这个旅客 尤其从中国大陆回回回 回到台湾或是从中国大陆来入境的这个风险是最高的 对 呃族群啊 我们从呃九月份开始呢就 呃开始进行这个特定对上的宣导 是那 比如一个是 呃你到航呃 机场那个 呃航空公司那边去check in 要拿那个登机证的时候啊 是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交通部民航去请这些航空公司 我们把那个宣导单张啊 嗯 就航空公司会 你在check in 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宣导单张 就夹在你的护照给你哈 那上面就写的就是说你不要带 漏泪产品进来哈 那另外你到了中国大陆你下飞机了 你手机打开 是那你也会收到一个简讯就是说 呃你不要带漏泪产品进来 这个都是为了防患非洲注文了哈 所以呃在机场 呃除了刚才讲这两个很重要特定的措施之外 我们在飞机场或是在港口小山通那边 我们有贴了非常多的这个海报 还有电视荧幕的宣导短片是那飞机到了台湾要落地之前呢 也有广播就是说你不要带这个肉类产品进来台湾哈 就是为了防范非洲注文 所以在透过这些所有的这个呃 简讯措施 然后在我们在呃 12月12号哈 嗯哼又透过这个全民防灾这个简讯系统了 让全国的民众都可以紧急紧报收到这个呃讯息就是说 你有收到吗我有收到 为为了防范这个非洲注文就是不要到 去国外哈这个把这个肉品带进来是哈 所以目的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就是不要带肉进来 因为这风险太高了哈 那如果说还是有人带进来的话嗯那当然我们是严格的呃呃 查嘛哈在机场路径旅客那边好严格的机场 那机查到的部分呢 那现在已经呃最高采法已经呃第一次如果从中国大陆第一次就采法20万了哈 如果你第二次 在犯的话那就采法100万所以法额是非常非常高的哈 我想20万倍起20万倍起20万不是小数目了不是小数目啊一整年都存不到20万啊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已 你是被抓到的人每个人都说冤枉啊我没有看到你有假意 我没有听到有广播我去大陆很久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 你骗笑的 大陆其实现在的疫情更恐怖啦 是的是的 而且他们内部其实是有点隐瞒喔 是的 没想要跟你说事实喔 你知道现在口题 我们讲口题疫好不容易有20年喔 这个组长从30几岁经历的口题疫 是 好可怕喔 可是就有人可以两手一摊 我不知道 疫情不晓得 我不知道这样的危险性 很危险 有多危险 因为这些猪他必死无疑 是的 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 一定会死翘翘 是的 这个严重性 其实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的话 你应该知道你不可能不知道啊 是的 不要说完了喔 是的 这个我说明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他的疫情啊 呃 到昨天为止是已经有通报95个案例了喔 那今天好像也有通报两个新的喔 嗯 那 但是私下大家的推测呢 还经过台商在大陆的 这个呃 私下了解结果是 呃 实际的疫情应该是比他通报的严重了喔 因为他主要他的 呃 活猪的运送啊 长途运送 还有 他也用厨余嘛 他厨余也没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的屠宰 厂呢 嗯 目前 比较乡村地区的屠宰厂还是比较 呃 不是现代化屠宰厂 甚至没有屠宰医生检查人员 那运租车呢 也从来没有 呃 清洗消毒这些措施 嗯 所以他的 非洲之分的散播是非常的快速的 所以 呃 应该是已经 比他 呃公开的严重非常多 非常多 嗯 那这个 疾病的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嗯 这个非洲之分 为什么全世界都把他公认是 养猪的这个 呃 头号的杀手了 就是 恐怖的 非洲之分 他 第一个他死亡率非常高 感染了 这个致死率大概百分之百 他全身的子斑内脏会出血 然后尤其是还有淋巴结 还有肾脏 还有他的长年膜 是很明显看得出来说这只致死了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 让大家恐怖是因为 他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比如说我们口提疫呃 是有疫苗的 而且疫苗效果很好 所以口提疫苗口提疫如果 你确实打疫苗的话 是可以好好来控制 庞祖长 我们口提疫是经过 二十年 二十年才好不容易进入了下一步 准备拔针观察这一年之后 我们的豬肉这么好吃 就要加烧 现在 万一万一 万不二 万不离 我们又碰到一个非洲猪瘟的时候 大家不要玩了 恐怕不是一个二十年 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是 我们是没关系啦 二十年后就随便你了啦 但是这位小孩 后面要怎么 我问大家 你可能没吃豬肉 我觉得在台湾 普遍 因为我们家有请了一个印尼的看护在照顾妈妈我才知道说 哎哟 我豬肉吃很香 吃很多 而且习惯了 我要搅个卤肉饭 肉粥 炸个排骨 然后炒个肉丝 然后 卤一锅的卤肉 总统都讲了 你可以想像说 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吃吗 万一万一非洲猪瘟进来的时候 就是这种情景 我们可以透过画面看到 为什么在我们的海关里面 要有这么多气死犬 要去 把他这些 统统给他揪出来 因为有太多人都会觉得心存侥幸 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这个防疫局的组长 他告诉大家你不要心存侥幸 从你进来 你说我没看到肚子 我没有听到宣传 那么不可怜 我 只要你的行李一下来 我X光 就给你看一看 就看得到了是不是 那么厉害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 可能 很多民众 不是很了解 就以为那个 像这个肉类产品 就是因为 坐飞机 大家就放在那个大行李箱里面 是 那大行李箱 因为是 就是 外面看不到里面放什么东西嘛 那 可能会误解说这个 海关如果只要没有帮我打开来看 我就不知道里面有 偷藏了肉 其实 所有的这个行李箱在我们 要出境之前 他 还没上行李转盘之前 他每一个行李箱都是经过这个 X光扫描 然后加上 加上我们的检疫犬 去闻 这里面只要有肉类产品 东东会 无所顿形 狗狗只要闻到的时候 马上就有奖赏 他就有东西可以吃 哇 很兴奋 这个行李箱 你拉着出来 那海关 有个红线 红线跟绿线 那大家没有申报都是走绿线 那绿线出来以后 那海关的人就说你这个行李箱来到旁边来 因为你已经被看出来里面是有肠肉的 所以他打开以后 大概就可以发现你有肠肉 那就是依法开罚了 所以民众这方面可能不是很了解 所以有缴信心 你说 我没人知道我里面有肠肉 其实 X光很厉害 都已经给你看出出了 真的 那狗也都给你拼出来 是 而且他说没问题 我跟他为大家来 没什么要紧 哪有 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 农委会的副主委 黄金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其实 大陆现在状况 疫情蔓延的非常非常的快速 出乎你想象之外 而且令人愤怒的是 大陆未必有讲实话 那可见的难怪很多 我们不能讲只有大陆来的 还有很多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 东南亚地区的 包括越南 我跟你说 现在韩国跟日本也都在等 他们也很害怕 为什么很害怕 因为大家心存侥幸嘛 对 但是一旦心存侥幸的时候 这些东西带进来 我坦白讲 我也是对防疫局 不太能够认同 那以前怎么本来就是说肉不能带进来 以前没看你们在抓 这个说 以前也没有抓 这个说明一下 这个说明一下 过去我们都持续抓 我们跟那个官务署 持续的 做 X光机 还有检疫犬 都持续在执行 那过去呢 就是说 还是偏向于所谓劝导 就是说 我们发现以后 那就跟你讲说 好你这个肉是不能带的 那你现在是把它丢到那个气质桶里面 那以后不要再带了 因为我们的 是要处罚的 那过去那个 这种 做法呢 那因为现在发生非洲猪瘟 就是说 一样的 情况呢 如果没有裁罚 没有依法裁罚的话 民众好像 无所警惕了 他就不怕 不怕 不怕 那跟他喝烤酒的人 都说我没喝 我没喝 我们做体操 喝水 搞半天 一检查就是有喝 对 然后我们刚讲那些肉品那些东西 一检查出来 好恐怖 那些冷冻的肉品 在冷冻之下 那个非洲猪瘟的病毒也不会死 对 结果被抓到这些拿去一宴 怕死人 里面真的有非洲猪瘟 对 这个我们已经 从这个 呃 旅客系带的这个肉品 我们已经 都有采样去送 检验嘛 对 那目前我们已经有检验 这个五个 五个样品 五个 这个猪肉产品 确实有这个非洲猪瘟的 病毒基因 那 证明啊 我们大陆来的这些猪肉产品 确实是有 会 带这个 病毒的 如果这个 肉品真的进到国内来 不幸又传到我们的 养猪场的话 嗯 那这个 爆发非洲猪瘟以后 那我们国内产业的冲击是 无法估计的啦 那个 有多产 会怎么产 那大家现在就估计说整个产业哈大概可能会达到2000亿的损失哈 那相关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未来我们的猪肉的供应哈对可能就会不足哈 因为我们的呃国产猪原则上是以供应国人需求大概占了国人需求的可能93%左右 我们用量很大 所以我们一点呃 呃 快过年了你香肠都没有了 平均一年哈大概吃了多少猪肉呢 大概3536公斤 是我们主要的肉类的来源哈 所以我们猪肉是最主要肉的来源 所以 这个部分如果说非洲猪瘟进来的话那个冲击哈不只是产业冲击 那国人的那个 肉品的来源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那国国产猪因为国产猪肉比真的比较好吃吗 大家喜欢 那未来如果说整个产业冲击以后这个供应量减少的话 当然国人吃肉也会受到影响的 是 所以你现在可能会觉得说事不关紧 是 跟我没关系 对吧 酒价我就说我没喝 陷阱就好 罚单罚一下就好了 现在没有这么简单 你会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产业 这里面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卖肉的啦 养猪的啦 或者是我们有些肉制品的啦 没有 再往上游就是包括 你只要做饲料的 对 还有在做一些跟 养猪有关的 疫苗的啦 或者各种配方的 都完蛋 屠宰场 肉品加工厂 还有 卖猪肉的这个 行销业者 猪肉坛啊 这个是影响层面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就要问大家 你觉得万一万一啦 我是希望不要碰到这一天啦 万不离 万一 如果我们碰上了非洲猪蚊的时候 你觉得 在台湾有哪些产业会受到影响 你觉得 为什么请大家想一下呢 因为现代人流行不动脑子 没关系啦 我叫你发贼又说了 我又屁屁了 不行 你现在务必要动脑 你觉得 没关系 我是上班族 我又没有做什么猪肉的产业 你们家亲戚 三叔公 四婶婆 可能会有 还有你们家未来孩子将来要做的产业 可能会受影响 你这么一想的时候 你就会怕 我不是要让你怕 我是要让大家有警觉性 警觉什么 包括你沿租场没事不要去参观 还有现在 你看到我们出入境管理局 从国外回来的朋友 你走过一个地毯 那个地毯不是普通的地毯 那个地毯是什么 消毒毯 消毒毯 是 鞋底要消毒是什么概念 如果是有运送过猪的那个轮子 你看他会不会带病毒 会的 会 我没事去猪场看一下猪 再出来一下 猪好可爱 还有我会不会带病毒出来 如果是这样子当然会了 也会 如果那个那个猪场是有非洲猪瘟的话 那你进去以后你的鞋底踩到东西 还有 譬如说你在猪场里面 他会有 譬如猪打喷嚏 这些 对你喷到你身上 那你身上就有可能 被污染的这些带有病毒的这个他的排泄物 分泌物这些东西 头发里面 甚至像鼻孔里面吸到的东西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你 一定要 去 国外 像大陆的 养猪场 要去 一定要去的话 那这种情形下就是说你 回国之前 回来之前 你一定要把衣服全部换掉 而且去洗澡洗干净 全身洗干净 换 洗干净的衣服 然后 那鞋子 那些东西 把它洗干净 那消毒 然后回到国内 然后 一个礼拜 内你都不要去养猪场 这样你才有办法 彻底的防范这个非洲猪瘟 是 你不要想我消毒一下 我告诉你 非洲猪瘟很奇怪 你那个杀菌那个都不好 他一定要煮熟 煮滚 煮到他死 翘翘为止 所以我今天要送月曆 对不对 我有10个好朋友 按赞分享就可以 拿到我这个很漂亮的水果月曆 所以 我等一下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按赞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 最重点是我们做到那个防疫的功效了 你想想看 我们的这个防疫工作 有没有哪一个漏洞 没有想到 我海关 或者是机场 我都有把关 有没有哪一个漏洞 没有想到的 有没有朋友想到你写给我 我马上给你送一份月曆 其实我想到了 你们也没想到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漏掉的防疫 管道 大家没想到 我有想到一个 你听听看 淘宝网 OK 有可能吗 这个在 我们在 8月份 9月份的时候 真的这个网购平台的 这个卖这个 肉类产品 我们就 发现这个确实 像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防疫上的一个 风险 漏洞 风险 我们管不到了 因为你们真的管不到了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行为给淘宝网公司 那 淘宝网公司后来也 他们也去做 就是说 你买这些肉类产品 他 设一个屏蔽 就是你的寄送地是台湾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下单跟他买 我们很聪明 我们的现场 直播的朋友就说 像那个 邮包海运 这都漏洞容易 容易防不胜防啊 怎么办组长 这个我来说明一下 大家 这个在 农委房检局 在 这个案子 这个8月份 大陆发生非洲之物以后 我们大家就是说 去找有可能的这个 传播的路径 能够从大陆 传到台湾来的 是 那我刚才讲说 网路平台这些 现在所谓的网路公司 他都已经很主动 自己主动 那个跳出来就是说 这个不再卖这个大陆的肉 要下架 那如果说他 真的像大陆的 平台 他有卖他当地的 没问题吗 但是如果台湾人要去买 你的寄送地是台湾的话 他就自动屏蔽 就不能下单 这是 网路公司他们已经做了这些措施 是 那要补充就是说 你网购的产品从大陆进来 他只有大概 只有两个管道 他要寄到台湾来 一个是 邮局的那个包裹 是 这种还非常少 几乎没有了 最重要的 路径就是 航空快递 航空快递 他是用航空快递寄进来 你是网 去 网路平台的 网购平台去买东西 都是用航空快递寄进来的 那航空快递寄进来台湾 只有一个点进来 就是我们桃圆机场 就是那个快递舱 货物 那进来时候呢 他依据海关的规定全部要报关了 要报关 要报关 那 为了非洲 这个事情啊 这个所有航空快递的这个包裹也好 不是就是相关的这个 用快递进进来 也是通通用X光机少了 也我们也检疫权也在那里 所以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在第一时间就把它挡 就是把这个风险降下来 那邮局的部分呢 也一样 我们就是海关 也是在那边用X光机 每一件都少 那我们检疫权也在那里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在第一时间大概就想到而且又采取的应用措施 而且呢 那个罚则呢 在 一开始 原来的规定啊 他罚则就跟旅客不一样 这个曝光输入的产品 他违规则是 那时候的就是5万到100万的 罚 罚款 而且他是有刑事的 刑事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并科300万 罚金 所以那个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们也有查到一些大陆来的这个猪肉类案子 确实有 但是 比较少 像今年 以来我记得是 已经有 6件了 就是 一定要先移送 移送检察官起诉 那 检察官 是 刑事优先处理完以后 再移送回来给我们 行政罚还 是 所以行政罚还就是5到100万 那 检察官那边 如果说你情节比较 不那么重大 那他可能给你还起诉 但是还起诉 他都会叫你去 工库 缴钱 缴个 比如5万10万 20万 看你的情节多重 那检察官会给你 疫情节重 给你 判你去 工库 缴钱 所以这个 航空快递 进来这个国外这个网购平台买的东西 其实我们有有在把关 而且他的行 罚则更重 比李克勒更重的 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全民要一起来 是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首歌 待会来给大家 看一下各位 有没有一些观念是大家印象当中 你可能是 模棱两可的 你可能不见得正确 譬如说有人问说 市场的猪肉可以吃吗 又有人问说那个非洲猪瘟会传给人吗 还有什么问题 你一并问 我待会请我们的那个彭明星组长来一起回答大家好不好 来听这首歌是 一人漂亮一行 一人漂亮一行 我们的台湾的豬肉 最漂亮 最好吃 千万买糖出台 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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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这东西 合美 贡猪�press 服 aqueles 要比 要请 看 这 这 也是 忠誠無依賴著的人 有時尊陷塞 有時尊陷 免說也孤單一人 啊 有人說到亂海夾來寒 春秋時會走路的池仔綻 有時尊八燦 有時尊八馬 免說也孤單一 我夢啊夢 每當交信我 想要哪點你呢 我感啊感 衝心緊張 天空中難過心想 難難當 只人是一人 讓我相愛體驗 心愛就要回大人 愛你真老感 愛你真溫暖 在你真愛這樣爬 只人是一人 讓我相沒體驗 兩人仰心最浪漫 愛你真老感 愛你真孤單 變身你最愛的愛 你是我們最愛的愛 剛剛看到那麼多的圖片 都是在那個機場被攔下來的 那去驗後真的在裡面完蛋了 我告訴你 這些還好我們的簡易工作 我防疫工作做得很好 否則那些只要一流進來台灣 有一個豬場有對 你說我沒吃 人不會懷念 但是如果你等一噴湯 台灣其實很多的豬肉 還是在吃收水 大概有6萬頭有吧 是不是 62萬 62萬 我們有62萬頭 還在吃噴 大概佔養量12% 可是這又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如果沒有豬去吃這些噴 我們實在是廚餘太多了 從環保的立場上來看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今天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範圍內 可是提醒大家 人真的不要浪費 暴田天物 天公佩了 斷雷公 說下來 會由牙齒把它打掉 浪費食物 食物不要浪費 廚餘這個問題也是 我們很擔心的一塊 可是我剛特別問的組長說 也有很多朋友在我們線上 謝謝你們 大家問了很多的問題 有人說這有沒有做防疫的演習 他要出國了 領隊也沒有跟他說 這件事很要緊 有人問過市場的豬肉 可不可以吃 會不會傳人 其實我們台灣的豬肉 為什麼很好吃 那是我們做得很好 那是有特殊的條件的 這個我們請組長一併回答 好不好 OK 那 導遊沒有沒有宣導這個部分 那可能 第一個導遊 他是是不是他是兼職的 因為我們很早的時候 就透過觀光局 請各旅行社 一定要宣導導導遊 所以他不是真的導遊 他是導遊的哥哥 導遊哥 導遊 他跟我們的旅客宣導 就是說去國外不要 帶這個 本來就不能帶 本來就不能帶 這是基本常識的 不要等人跟你說 那第二部分 剛才提到這個收水養豬 因為剛才講到說 我們大概還有60萬頭 占12%的這個養豬 是靠吃收水的 對 那這裡面大概以黑豬占 比較大的比例 那全國大概有2045戶 這種吃收水的養豬場 那重點就是說 為了防範非洲豬瘟 這個廚餘 人家說收水 吃噴 要餵豬之前一定要煮滾 那依據環保署的標準 就是說你要煮90度 像要煮90分鐘 一個小時 沒有人在問說 你煮到熱滾滾的時候 豬是吃下去的 你還放過冷的時間 還有說我們政府就想辦法 幫他找桶子 讓他可以去煮 是這個問題嗎 因為其實有很多沒有吃收水的 他們用飼料的 你知道那又是進入另外一個層次 你知道那個 那個是畜牧在養豬的時候 乾淨衛生安全 就沒在煩惱嘛 是是是 對不對 對 對 另外剛才剛才想問說 是我們台灣的豬肉最好吃的 第一就是吃噴的豬 我們說吃噴的 先說吃噴的 吃噴的豬 因為他吃噴 他吃我們的噴 不是吃那個飼料 所以他的食物來源比較多 多元化 第二 營養元素比較廣 他飼的時間比較久 因為他飼養了一年了 飼養了一年 所以他的肉比較好吃 比你飼六股的肉更好吃 第三個元化 就是我們的豬肉有在洗腱 豬有洗澡 所以你不要說豬很髒 每天我們都會跟他洗澡 這跟國外 這個比較冷的國家 他的豬 幾乎有時候就是一輩子沒有洗澡 就直接就送到屠袋場 真的嗎 所以他沒有洗 那如果他身上有很多糞便的話 他會吸收一些分臭數 所以他會有 忽然覺得好臭 他的豬肉有點陷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過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是吃溫體肉 我們每天再去豬肉店買豬肉 因為豬肉不是冷凍的 也不是冷藏的 所以我們這算溫體肉 溫體肉熟成的時間比較久 譬如說熟成 譬如說再去3點4點台 你可能9點10點才去買豬肉 他熟成已經可能5-6點前 所以他的豬肉 肌肉的分解 胺基酸比較高 所以豬肉更甜比較好吃 這是我們台灣的豬肉 為什麼大家都要吃台灣的豬肉 最主要原因是這裡 所以進口都沒有辦法取代 進口都沒有取代 所以我們的產業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我每次去菜市場 我一定要買那個松阪豬 要搶 因為很少嘛 是做2點而已 還有咬心的梅花 如果來滷一鍋的時候 是是是 如果我們生的小孩做不來 油脂一定要做的骨肉 這滷三層肉一定是要國產肉 豬肉 才會好吃 進口沒辦法做 我沒有辦法想像 萬一萬一有一天我吃不到的時候 我不是會哭 我還要傷心 我還要難過 因為我們整個台灣受創會太深了 對 這邊我剛才主持人有問大叔說 如果不信 台灣有非洲怎麼進來 不信 萬一 萬一 那政府當然會盡全力來防堵 把這個發生場 把它處理掉 把這個疾病把它撲滅掉 我想政府已經有 有實權 你有做心理準備還要 準備 我們的 不是好不好 昨天農委會也已經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我們的行政院長賴院長也親自來主持 成立應變中心 那我們剛才提到 說這個 說我們有沒有演習 我們已經確定就是要演習 我們在26號 就下禮拜 我們在屏東 要進行大規模的演習 真的喔 真的要演習喔 是是 我們有看過豬演習 也豬會跑嗎 沒有 演習是說 如果萬一我們的豬 這個不幸得到非洲豬瘟 我們後續怎麼處理的這個 各種的這個操作程序 這個要進行演練 所以這個如果萬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不會手忙腳亂 是是是 不過我覺得有一些知識跟觀念是必須要有的 我的理解啦 以前口提議它是會飛沫傳染 是 它會空中這樣飛去 是是的 你說我真的是防不勝防 我又沒有辦法把它hold住空氣 是但是非洲豬瘟 非得要帶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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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過去再條條 對 你不要再說我萬翁喔 一點都不願望 他一定有管道 那個罪魁獲首是誰 可能是你 可能你身邊的朋友 但是這件事絕對不可以讓他發生 是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最主要來源就是要從國外 把這些產品活動物啊 豬啦 活豬啦 或是豬肉 這個豬肉豬的產品帶進來 是 那帶進來就有可能把這個病毒傳進來 所以 除了 請民眾千萬不要去走私 也不要去帶這些肉製品進來之外 我們政府也已經卯足全力了 在各個 有可能的 剛才提到各種可能的管道 我們已經有非常多的措施 就是要能夠把它徹底的防堵住 不要有任何的漏網之魚 這個長官也提到 就是說要 要滴水不漏 這個我們要達到這個目標 真的 所以 也請民眾啊 很重要是說民眾一定要配合 如果民眾沒有配合 這個政府也真的是要疲疑奔命 所以 民眾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我們的非洲豬瘟 絕對不是天災 因為他一定是人禍 一定是有人假的 有人心存僥倖 有人覺得說我不會這麼衰 我告訴你 衰到的真的不是你一個人 就算把你給砍頭了 你都沒有辦法謝罪全台灣 因為這個豬的影響太大了 所以我們知道12月26號屏東 就要防疫演習了 演習的部分 麻煩請托政府多多幫忙 是 全民圍堵的部分 各位我們不能夠置身事外 是 你不是說 你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沒吃到豬肉 你會想他 你會靠 如果你有做這個產業 剛剛就有臉書上的朋友說 他的朋友就做相關產業 一旦口提議發生 他會立刻失業 是的 這是有概念的 真的不騙你 你會立刻失業 當他通通不用養的時候 豬排豬腳 萬南豬腳 我看看 就完蛋了 真的就沒有了 你可以想像 所有的豬肉都不行嗎 還有人問說 到底什麼樣的豬 有豬肉的製品 不能帶進來 好 一堆人寫一堆 立刀鵬 蜂王捲 還是豬肉乾 蠟腸 什麼的 沒有那麼複雜 組長告訴我們 簡單的告訴大家 你可以二分法 清楚的知道這個邏輯 不要再說 OK 照規定 就法律上的規定 除了 所有肉類產品 就是不能帶進來 那除了罐頭 罐頭的肉類產品 罐頭肉類產品 罐頭肉類產品 那它高溫組過了 那罐頭肉類產品 是可以帶進來的 但是除了 那個狗貓吃的 牛肉罐頭 牛肉罐頭 因為它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狂牛病人 那是不能帶進來 好現在我們再回歸到 那哪些才是屬於所謂 肉類罐頭呢 就是我們人吃的肉罐頭 那因為罐頭的條件 是很複雜的 它有很多必要的條件 那我們不建議 民眾自己去判定說 這個是不是罐頭 或是那個是不是罐頭 因為如果你自己認為 這個可能是罐頭 我就帶進來 結果帶進來以後 它不是罐頭 一罐就二十萬 那不是開玩笑 所以雖然說 肉類罐頭是照規定 它是可以帶進來的 但是我們都不建議民眾 自己去認定說 是不是肉類罐頭 他要帶進來 這個是我們非常不建議 譬如說有很多 在現場已經實際案例說 它一些肉類的 用真空包裝的 這個 比如香腸或是其他肉類產品 或是已經加工好的 這個真空包裝的肉類產品 他就以為那個是罐頭 所以他就再帶進來 就帶進來就不行 不行就罰嘛 那現在要罰二十萬 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是強烈建議 民眾不要再自己去嘗試說 可能哪一種可以 可能哪一種不可以 就是肉類產品都不要 那有一些加工食品裡面 可能它有不是肉的 裡面有包肉 就是說譬如說裡面就是有肉鬆 很多產品是上面有放了很多肉鬆 這個當然也不行 有一些餅乾類的 它也上面有放了很多的肉鬆 這當然也不行 或是有些麵包 它也加肉鬆 或是有些加香腸片 加很多香腸在上面 或是有一些甚至有整條的豬肉腸的 那些全部都不行 所以簡單的講 不要帶肉類產品進來就對了 你就不會有任何的疑慮 不小心你又被罰了 所以所有的肉類產品不要帶 是最好的方式 是就是不要帶 你知道它途徑包括廚餘必濕 也會有排泄物 車輛人員來來去去 所以定調一個就是 非洲豬恩絕對不是天災 它就是人禍 千萬你千萬不能惹禍 要不然你是以死無法謝罪台灣 這麼多的產業 尤其是豬的產業 它連動的有這麼的大 所以我們要全民一起來防疫 那個防疫就是 你就是很雞婆很雞婆很雞婆 你哪有人從國外回來 不管是大陸還是外國 當然所有地方都說 肉品類都不要帶回來 都不要 我們現在台灣的最安全 你現在台灣車是最安全的 千萬不要因為這樣子 一時毀滅的時候 過年快到了各位 不要開玩笑 那個大量的用的時候 現在有很多介紹 怕有出事 有的還沒刺斷就趕快賣賣 你看那個很恐慌啊 真的很恐慌 請大家一起來圍堵防疫 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受災 再次謝謝我們防疫局的彭明星彭組長 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主持人 感謝大家 要去宣傳啦 不是天災啦 真的是人禍啦 都是你啦 下週再見 拜拜